小米在昨天晚上 举办了新品发表会了 当然有一系列的新产品 有折叠手机 有大荧幕的平板 有小米手环 但是压轴的彩蛋 不是大家期待的电动车 而是它 睽違了两年 升级版的铁蛋机器狗 这次是2.0版的 当然除此之外 昨天雷军正式的宣誓 他说接下来要拼高端生死 占了五年之内 要拼四千四百以上台币 要来拼AI 所以接下来 可能有哪些的重大发展 汉伟我们请您上台来 最懂科技新品的 我们先来一次看一下 昨天的新品发表 会有哪些亮点 对因为昨天雷军 其实讲了非常多话 他重点讲说 他坚定投入高阶手机的方向 因为这几年 其实小米转型到高阶手机 手机越来越贵 但是体验也越来越好 因为这个所谓的华为 被美国打趴之后 其实中国的高阶手机 出现比较大的一个空白的市场 所以他提到说 未来高阶手机 还是小米的关键 这当然对整个一个产业供应链 我觉得会有比较大的改变 因为过去 大家对小米的印象 就是中低阶手机 但其实这几年 大家可以发现到 中低阶手机 被整心机的市场打趴了 大家就可能用 iPhone的上一代 用一些高阶手机的上一代 就不想要去买中低阶手机了 所以整个世界 转型到高阶手机里面 他也提到说 这一次他的一个发表会里面 讲到一个非常关键的 他旗下的小爱同学 就如果大家用小米的产品 一定会用到小爱同学 那一定他就会觉得 他非常的笨嘛 但是他这一次说 我要正式介入到AI的大模型 预计能够成为 首个能在手机上运行的 AI大模型 因为一般来讲 我们讲说像这个 ChartGPT来看 他可能要超过2000亿的 一个模型的参数 那这个所谓小爱同学 AI模型只要13亿的参数 就可以了 那代表说 其实在整个手机运行上来看 可以满足大部分人所需要的一个功能 所以以后AI在手机上也可以运用 也可以运用 因为我们讲 其实大多人 不会用到那么高的 你要叫他写程式 叫他写什么写歌 写作品 不需要这样的一个功能 对一般来讲 手机我觉得可以帮我们辅助到一些日常的生活 能够更便利 我觉得就可以了 那他也发表一系列的一些创新的科技跟产品 他发表的这个折叠机 Mixflow 3 然后还有大尺寸的平板电脑 这个来到14寸这么大 然后有这个小米手环8 Pro 还有红米的这个 红米的K60 Ultra 这个是联发科的晶片 如果卖得不错的话 联发科可能有一些所谓的业绩的成长性 那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重点 这一次的彩蛋 居然是铁蛋 CyberDuck 对CyberDuck 铁蛋2 这样的一个相当的机械狗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次的新品 关键两个新品重点 第一个就是折叠的旗舰机 小米Fixflow 3 那我说他关键在哪 他这次发表的新品直接就去挑战三星 因为三星在8月份发表了新的一个折叠手机 我们讲说光这个轻薄机身 我觉得就可以打趴三星的一个所谓的折叠机 因为他这一次的轻薄机身 折叠起来薄的位置大概只有10.96 就是大概1.1公分而已 所以比三星更薄吗 三星的是13.6 薄了 赢这么多 0.26其实差很多 你这个薄已经跟一般正常手机超过薄了 甚至比iPhone还要来的薄 他这次折叠起来 居然可以打到这么薄 那当中他的一个萤幕 展开来可以到8.03吋 收起来是6.56吋 而且是采用所谓的E6OLED的发光材料 就是说比较不炫光 看起来眼睛比较不会那么累 那另外一个科技 叫做他们俗称的黑科技 他发表了小米龙骨转轴 这是什么 听起来就很厉害 李翁骨很厉害的感觉 李翁骨很厉害 他号称说用三个联动杆 里面有196个不同的机构界 能够达到什么 翻折50万次不会坏 那我觉得其实大家可能常常去看一些 所谓折叠手机的展示机会发现到 大家都暴力去翻 所以很多时候哩哩哩啦 他号称说你可以翻50万次的暴力的一个折叠 都不会有损坏的状况 所以他说这个是这一次 他认为说在折叠手机的转轴上面 非常大一个突破 那当然也有一些所谓的柔性板 有一些所谓的一个45吨到135吨的自由悬停 那代表说什么 他其实翻开来 你会发现到他没有中间这条线 整个是非常平缓的 那也说折叠很多次之后 也不太容易出现这种折叠的一个折痕 那也代表说这一次 我觉得他的一个关键在于说 又薄了整个折叠上的一个体验非常好 那也提到了他 他在这么薄的机身里面 塞进去了莱卡全焦端的四镜头 当中有3.2倍跟5倍的前望式镜头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手机 其实结合了小米所有高科技的一个 所谓规格于一身 对台湾来看很多的一个供应链 我觉得都会有机会 如果真的卖得好的话 应该是有想象的空间 他的镜头有比三星好吗 我觉得他的莱卡的这种所谓成像的效果是比较好 但见仁见智 但我觉得相关的规格 很多的一个料件其实不是采用日本Sony的 不然就采用三星的 所以我觉得源头都还是来自日韩的厂商 只有整合起来我觉得拍照效果是不错的 OK好 所以这还蛮有一面的 光是折叠起来 他比三星薄了大概三米里 我就觉得这个还蛮有一面 无意的围电机 就是他关节这边 我们其实刚刚看到影片 这一次我觉得让我都有一点心动 因为他的关节做得很精密 所以他的一些动作很柔软 好像就是真的小狗狗 不管是坐墨 不管是跳跃等等 对你不像机器人那种感觉 你就有那种生硬感 他这一次的围电机让他感觉起来 其实非常的平顺 那他可以做什么事情 他可以连续跟滑板的后空翻 跌倒也会爬起来 我觉得很多机器人都没办法做到事情 我们看到影片发现到他在滑板上面可以后空翻 我相信我们家狗一定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林中说要养一只 会去跟他的猫一起玩 对然后他还有什么 他有这个AI的融合感知跟角色系统 其实我们看到影片他可以干嘛 如果你家没有养猫养狗的 他可以帮你喂狗 因为他可以控制你们家的这种所谓 智慧的一个宠物的饰料给料机 甚至他可以控制你们家的扫利机人 把狗的一些所谓的脏乱的东西 直接把他扫掉 所以我觉得他变成一个新的所谓的AI的生活管家 那我觉得他特别在哪 其实他上一次的机械狗第一代 全球限量1000台 你基本上跟我买不到 就是他只开放内侧 但这一次他其实在官网上面卖12999 我觉得当然价格 人民币 人民币 大概换算台币差不多6万块左右 一台这个要6万块 6万块 但如果你对这种新科技有兴趣 我觉得买回家 我们看看是不错的 那也代表说他这次的产品已经进步到不是那种开发者用的 对一般的大众来讲他可以深入到你的一个生活当中 那我觉得他未来也会开放更多的工人 就不是只有后空班 不会只有一些其他的事情 他可以做一些相关的生活管家 帮你控制你们家的冷气 帮你们控制你们家的所谓的一个 可能这种电气用品 都可以透过小米的铁单2来做一个控制的动作 OK 所以以后他也有麦克风 然后可以Cue他像小爱同学这样子 对像小爱同学 他刚刚提到小爱同学要导入AI功能 让他变得更加聪明 我觉得都是整个小米在所谓的一个智慧物联网面 新的布局的方向 好今年我们讲了很多AI概念股 当然最近也慢慢开始讲了一些苹果概念股 因为iPhone15要出来了 现在新品出来了 有这些新品 接下来会有所谓的小米概念股吗 我觉得会有 因为刚刚想到小米机器狗 我觉得时间也蛮巧合的 因为明天就是上海的全球机器人智能大会 聚集展期大概从16号到22号 有6天的展期 当中有非常多的一些所谓先进的AI机器人 工业机器人 服务机器人都在展场上面陆续展出来 所以我觉得以这个时间点上来看的话 也许小米的概念 或说一些机器人概念股 你都可以留意到有一些题材的加持 那我们提到小米概念股 可能也是大家比较没有去关注到一个台股相关的族群 因为很久没有人讲这个族群了嘛 但我们讲小米概念股 其实台湾有非常多的公司有参与到其中 那第一个我觉得最具代表的是谁 音乐达 音乐达其实长期都在代工小米的手机 你刚看到那个非常困难的工艺是那个折叠手机 我相信他这次一定是饥饿行销 因为那个工艺难度很高 所以能够产出来的量是不多的 但如果说以音乐达跟小米的一个合作关系来看 我觉得他这一块有机会在今年的小米布局里面 他有一个成长的力道 除了笔电不好以外 如果小米的手机智慧装置组装能够带给他获利的空间的话 我觉得他成长性可能会有一些加分的一个效果 像说他有AI伺服器的题材 所以如果音乐达了一个情况来看 但营收不好 但你可以看到其实线型的角度来观察 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多方的格局 就是说这边涨上来之后 慢慢回到这个所谓这个季线这边 呈现正当的格局 那代表说如果说接下来一些新的利多带动 能够回到月线之上的话 我觉得有重新转向的机会存在 好 回到月线之上就有机会再重新上来了 那我们讲说折叠机当然是今年整个手机最大的一个看点 从三星 从OPPO 从Vivo 从小米 甚至说Google也推他的折叠机 所以我觉得照例是大家可以留意到的一档标的 因为他是国内的折叠机的转轴大厂 他就是做那个龙骨的吗 他不是做龙骨 龙骨是有另外的合作厂商 那照例其实主要合作是华为 那华为今年也推他的折叠手机 但因为华为目前的量还没有很大 但对照例来讲他也提到说 未来他有机会打入到其他的供应链去 所以目前来看 他折叠机的营收占比去年是30% 今年有机会成长到30%以上 所以代表他折叠机的纯度越来越高 你可以看他7月份营收年增率来到62.2个百分点 就股价限期 你会发现到他虽然说也有涨 把时间拉长来看 他虽然也有涨到 今年算起来还是有涨 但是不是涨得非常多 所以我觉得下半年这些相关的折叠手机 陆续出货营收铁市场上来的话 应该是有机会只要突破这个高点 那可能就有一些重新在转强的空间存在 那下一档股票在这个身家电子 他也是过去小米非常重要的合作厂商 做感测元件的 也就是说你要感测所谓的一个光影 距离或说这种所谓的一个温度 都是身家做相关的感测元件 所以他本身手机感测元件大厂 达到小米的供应链 营运状况来看就公司的说法 可能第一次进慢慢有改善的空间 你看股价的现行 一样它也不是涨很多 就是在这种高档回跌之后 现在还在相对低档区呈现打底的阶段 那我觉得如果说这个底部能够有效突破的话 这边完成底型的一个突破 伴随下半年旺季来临 应该是有机会 因为它股价其实长期来看是比较低价的 应该说修正蛮久的一档股票 那再看到下一档股票 就是在这个中光电跟资深 我觉得这样的股票可以一起来看 这样的股票为什么要特别提 因为中光电但它不是直接的小米供应链 但它旗下的中光电智能机器人 本身是台湾所谓的机器人相关布局 比较早的一家公司 那它也是这个国防部无人机订单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受惠者之一 那中光电我们讲说 其实它的一个智能机器人 在整个很多相关的零组件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件 就刚刚提到那个关节的部分 我觉得它其实也有相关的技术 那我们讲中光电 如果它看它股价的现行 你可以看到 盘啊 还是一个盘整 但如果你下面把它放到投信的部分 你会看到投信这边买很多 为什么投信买了两个月买不起来 我觉得当然也有人在供应它的筹码 另外投信的买盘是因为ETF的关系 这样ETF我觉得蛮有趣的 因为刚刚这个关心提到的莲洋 或说这个所谓的见顶 都是这家ETF不断在买这些相关的股票 就是这个00929从6月挂牌以来 它的一个所谓的ETF规模 已经成长到210亿了 所以它一些新增成分股 就一路买上来 像中光电是00929 大概持股2.05%的一个相关公司 所以它一路买 所以你就发现到 我们不敢说投信买一定要涨上去 但投信买最好会让它跌不太下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相对来看是有机会的 那刚刚再看到另外一档股票叫智深 智深它是车用镜头的模组 那本身也打不到手机跟安空的镜头 而且它是特斯拉工业相关的股票 那同样智深也是00929成分股之一 一样我们把它现行叫出来看 它跟中光电很像嘛 就是投信一路买 但股价一路涨不上去 但你会发现到这位阶其实相当的低 也代表说它下半年的旺季慢慢来临了 有投信的买盘的加持 股价来到这波段低点附近 我觉得都可以考虑做一个低阶 如果未来真的业绩成长上来的话 只要重新站回到所有经线之上 我觉得它就有机会重新再展开一波 所谓上的公式 了解 好 谢谢汉伟 请先回座了 这小米过去我们比较小说 这个小米概念股 但是在接下来 如果昨天的新品发表会 第一个折叠手机 全世界目前都朝折叠手机来并行发展了 第二个是新的铁弹两年了终于升级了 铁弹2.0 有没有机会让未来我们说仿生 这你真的机器人 尤其机器人大展 明天上海登场 有没有可能再现一波的高潮 相关的个股 以及涉率的厂商 提供给您做参考了 不过说这回又有AI概念股 又有小米概念股 这时候进场上车下车 怎么样精准的抓时间 休息一下 临终告诉您 您开含 000年平均 最好的 我们 brave 准很高 一起开启 断 路 bent 如果 像 天 我们 给 搭